连日来的豪大雨是解除了台湾的旱象 不过却也造成了 卓西乡太平村部落 挡堵墙倒塌 大块水泥是占据了整个大马路 接获通报的中平派出所 立刻前往处理 而为了避免交通意外发生 警方除了实施交管 也连夜冒雨清除马路上的水泥块 让交通顺畅平安 村民安心也十分的感谢 连日来的豪雨卓西乡太平村 这一面老旧围墙突然应声倒塌 轰然巨响 附近住户也外出查看 发现大块水泥就占据了整个大马路 立即报警处理 接获通报赶底现场的远警 看见水泥砖块横躺在马路中间 也着实吓了一大跳 除了立即实施交管 也不顾雨室 连夜清除 避免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分手同仁 到达现场之后 据发现是一栋老房子 约30年左右 因为近期受东北风 连绵戏雨 造成老房子承受不住 而倒塌 路面上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 同仁立即路面的障碍清楚 恢复部落道路的顺畅 天一亮重回现场 只见水泥石块堆置在路旁 也还给了部落族人 一个安全顺畅的交通 警方连夜火树为部落族人 排除路障 恢复安全交通 村民放心 也十分感谢警方的协助 记者时预览主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意见